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教练的时候做了贡献 在每时每刻都表现出了他们对乒乓球的像唐唯一 原来也是全国冠军 后来 插正手 插网了 回错 正手突击 冰箭有了 第三把中演台拉起来 这把球啊 丁宁赢得很累 总是在被动挨打挨打挨打 然后才转为进攻 那么对方现在就打你这把球 我就打得准 我就可以保证这个命中率 这样丁宁呢 他就很被动 所以在这把正手短球的处理上 一定要有撇 有轻条 有晃 破掉 让对方这个命中率啊 十个球里面最少 最少有几个要能够打不到 现在对方可以说 命中率达到百分之百了 基本上空了 这个评价会高一些 那可能这段时间稍微 冠军拿少一些 可能就对他的评价 他的水平啊 不次于世界乒乓球比赛 我们看到这个男子单打 一共有种子选手 参赛的选手共有 好球拉住反手 吸短 拉起来 带形成对拉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当中 比赛的任务太多 好球 形成对拉 现在增加的这个 反拉的质量到不低啊 他拉过去球 我觉得不太容易和他对拉 拉着男子单打第三轮 马龙对增加的比赛 好球 9比8 现在比赛呢 这场已经接近了尾声 比分是9比8 现在马龙还领先一分 鸡肉结实 成都就差一遍了 刘淼刚才一个机会就没有抓住 对他主动的简历 他怕 是代表成都的刘淼 确实形成对拉之后啊 刘淼的力量轻了一些 王立琴的球啊 明显不利的 对 因为 这名年轻运动员 他脑子 打球的脑子还是比较活 反手反拉 第二把拉直线 好球 这就是什么呢 实力 实力和能力 实力 就站在中远台 别人再怎么打 有任何的慌望 然后用力量 来进行反攻 好球 这是来自武汉的武阳 反手的肖反攻 武阳和范英 其实一个打法啊 都是反手式这个正交 对 肖球 对 其实自从这个丁松 参加双打的比赛 认识到 这主要是一个什么考虑 是不是还是为了奥运会 对 他主要是加强这个 这板也没能够 给出这个质量来 所以对方能够发力 好球 认识到 现在周芳芳和周末 主要是依靠周芳芳 范英的这个特长呢 他是进攻 他们俩怎么能够利用 各自所长 在比赛当中发挥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对 如果他配合比较默契的话 一个在武阳 笑得很赚 对方 好的 漂亮 周芳芳和周末 两位选手啊 都有着比较 要有控制 对 控制 一个就是说 除了你 这个球材的角度以外 你关键还有 他的侧旋 左右侧旋 他正反手侧旋 这样对那个突击的 相对的威胁大一点 节奏上 打断对方的 那个正常节奏感 就是肖家转 肖家转 对 他本身就非常家转 这把球肯转 反应反拉 高了 顶住 反手还是家转 哎呀 不拉伤 所以整个很多球啊 他都不敢去救 坐位 不好 顶住高球 再放 好的 哎呀 这球武阳这样侧身 打成了11比11 他去认真对待 每一场球 假如这是世界比赛 假如这是重大的国际比赛 对吧 既然有上海机会 你还愿意去珍惜他 他从木齐 这个技术环节 从翻译来讲 他发球的话 他发短球太多 对吧 因为 也是要功夫的 九平 反攻有了 范英再来 啊 漂亮 这个球 武阳呢 先是用 这个顶完重板之后 武阳用反手到正守卫来进攻 然后范英又跟了 和武汉的武阳 对广东的周芳芳和周末 现在双方呢 打到了第五局 决胜局 放高球 这是呢 我觉得小江啊 还是 从身体上来看比较瘦弱 觉得 觉得还是有点单薄 好球 7比10 两名小将李木桥和陈 八点多 九点就开始 可能打惯了国际比赛的人 他一般 有质量 他主要是有点挑不出劲来 陈老林觉得从 好的 哎呦 哎呦 好球 陈老林觉得就是王立琴 这个短球啊 之所以 发不出力 主要从技术上来说 在哪方面他有问题 一个呢 王立琴发球 好球 好球